中共病毒起源至今未解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從中國採購疫苗的秘密文件日前被曝光 其中的時間線引起質疑 加拿大新聞網站《Black Lox Reporter》的出版人杜安 7月2日在推特公布一份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 2020年5月7日與天津康熙樂生物股粉公司 簽署購買中共病毒疫苗的文件片段 並賦文解釋說 加拿大政府為此還預付現金 但就在簽約5日後即2020年5月12日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向議會保證 加拿大訂購的7種疫苗中沒有中國製造的疫苗 道安還指出這份合同是如此神秘 以至於其中專門加入一項保密條款 該條款著名簽約任何一方都不得就合同的內容及結果 發布任何新聞及其他公告 加國輿論聚焦此時批評杜魯多欺騙加拿大社會 不過這一消息同時引發另一疑問 中共軍方到底何時開始研發中共病毒疫苗的呢? 康熙樂疫苗是由中共軍事科學院陳薇院長團隊 和康熙樂生物合作研發 陳薇在武漢疫情爆發後 直接管了武漢病毒研究所 在2020年9月官媒央視播放的一期節目中 陳薇對一班孩童說 在同年2月26日逆職期生日當日 她的團隊研發的重組中共病毒疫苗的第一批產品 正式在生產線上被製造出來 另據中共天津市政府官網一篇報導 康熙樂疫苗在2020年1月20日正式立汗 當年3月16日在全球開展臨床研究 4月12日啟動二期臨床研究 這一來自中共官方的時間線 與陳薇自爆及加拿大媒體獲得的合同文件均勻合 然而就在2020年1月20日前幾天 武漢官方還在一起通報中表示 目前沒有明確人傳人證據 為何陳薇團隊會在這個時候就對疫苗申報立汗呢? 陳薇及其團隊是何時知道 中共病毒的出現及這種病毒的性質的呢? 時評帳號LT世界認為 這些信息說明中共疫情爆發的更早 今天自由亞洲夜間中南海欄目 在談到武漢爆發疫情時 任中共湖北省委副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氏則認為 中共當局早在2019年9月前就掌握中共病毒的真相 這篇文章寫道 從去年2月下旬被宣布免職至今 一年零四個月過去了 馬國強依然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雖說外途投敵的可能性不大 但毫無疑問 習近平當局對這種可能一直在嚴加防範 為甚麼中共會將嚴防洩密的著眼點放在馬國強身上的呢? 文章提出 因為現在面對來自整個世界的徹查病毒 是不是源自實驗室的政治和外交壓力? 習近平當局最擔心的具體問題之一就是 如何對外解釋2019年秋武漢軍運會之前 就已經由湖北和武漢當局上演了一出 防止外軍運動會攜帶新型冠狀病毒進入武漢的所謂緊急處理獸 而馬國強就是這場緊急處理獸的總指揮 雖然直到2020年1月初 中共官方媒體才統一對外報導說 專家組將這次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體 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 湖北楚天都市報曾在2019年9月18日頭版發文 報導在軍運會倒計30日時 武漢海關針對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旅客入境等 特發事件進行應急處理演練 文章認為演習主題和內容講明 致詞在2019年9月17日 包括馬國強在內時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和省長 及武漢市委書記和市長四人 以清清楚楚知道 第一,什麼是新型冠狀病毒 第二,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危險性和危害性 文章最後總結到 早在2019年9月 即有美軍代表團參加的武漢軍運會之前 中共當局已經掌握了新型冠狀病毒 已經從武漢實驗室洩露 並開始在武漢地區零星傳播的情況 所以才公開導演了一出 防止外軍人員入境攜帶新型冠狀病毒的應急處置表演 日後則受以趙立堅利用中共中央政府發言人的身份 嫁禍美軍 在全球徹查中共病毒起源的呼聲和壓力 與日巨增的背景下 這份分析與爆料將加劇中共頭上的壓力 多謝你收看這次的時局新聞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